原來朱立倫中計了 後來朱立倫才解密嘛 禮拜六朱立倫站台解密是 這條是你柯文哲原本說ok的 你原本說ok我也沒公佈 你自己把他公佈了 然後嘲笑我一對 柯文哲又弄了個圈 讓朱立倫中社局 做三千份就正負1.6% 我都算輸嘛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在這樣狀況下 國民黨還不敢接招 我覺得算是最最荒唐的事情 國民黨的局限玩壞了 玩壞了 那柯文哲呢 柯文哲現在被人家說 你反反覆覆啊 是 他的選民在乎嗎 所以兩個都壞掉啊 壞掉了 兩個都會 兩個這個局都會壞掉 所以才會有賴極德 慢慢往上走嘛 好友宜幫立委輔選 上一次是什麼時候 Google 你都去拜票嗎 我沒Google到耶 沒人在搖車 他現在現在泥落當中嘛 對不對 那這個東西對選舉有沒有影響 當然有影響嘛 所以我一直在談是藍白不合 他不是只有影響到總統這部分 他影響到小機的部分嘛 民眾黨說八席嘛 你提徐建議可能變七席變六席 差一席對一個小黨都差很多 所以徐建議最後一定不會提嘛 他拿這個完全就是片片陸配的票嘛 民眾黨的人的高層已經出來滅火了 昨天特別在媒體 個別媒體放話說 陳昭芝 黃國昌 黃珊珊 林國成 這四位禮定 張祈凱跟徐春英有 但是排序未定 可是問題是很擠嘛 他至少還需要什麼 一 金主 二 學者 三 據傳郭台銘也要塞人嘛 對不對 所以很擠嘛對不對 所以他現在想了個怪招 也不能說怪 以前國民黨也有用 台銘也有用 叫做兩年條款 國民兩年條款 我就變十六個獎 你覺得會不會賴帳 賴帳是不是 國民黨就賴帳哦 今天的諸侯聯手說 沒有呢 我們是被柯文哲反反覆覆的 那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本來一度呢 民調往下走的民進黨賴清德 現在看起來又回魂了 觀眾看煩了 這出爛戲了嘛 這推來推去 會不會讓侯友又稍微有點同情分呢 對 禮拜五 禮拜六 一直有個未解之謎 到底朱立倫哪來的idea 說要提這個日本民調 日本式的初選嘛 對不對 因為那時候覺得太離譜了嘛 怎麼可能正常腦袋 不會有人接受這件事 那朱立倫哪來的勇氣 去提這件事 原來朱立倫重計了 後來朱立倫才解密嘛 禮拜六朱立倫站台解密是 這條是你柯文哲原本說ok的 你原本說ok我也沒公佈 你自己把他公佈了 然後嘲笑我一對 對 他寫臉書嘛 對啊 朱立倫沒有公佈啊 柯文哲的人品居然這樣 對啊 所以是柯文哲 柯文哲又弄了個圈套 讓朱立倫重設局 因為中國市場 朱立倫一定把各種方案嘛 因為朱立倫是唯一需要藍白河的人嘛 對不對 侯友宜 我跟大家分析喔 國民黨部分侯友宜陣營是主戰派 柯文哲也覺得歹息脫膜 我可以去找別人了 我可以去跟郭台銘了 現在是只有朱立倫一直咕咕地喔 這是朱立倫最後的舞台嘛 對不對 所以朱立倫已經想盡方式 各種可能都可以問問柯文哲嘛 對不對 日本也問你啊 德國也問你啊 等等都問你嘛 對不對 結果呢 欸 柯文哲自己就把他寫出來了 所以朱立倫昨天才很生氣說 欸你老柯自己答應的嘛 對不對 所以現在是朱立倫重計才變這件事 結果被柯文哲倒打一趴嘛 倒打一趴就更好笑 因為那個標題寫說 柯文哲稱民調讓侯友宜三趴 對不對 其實不一定要看怎麼做 對 1068份 或一千零多少份是正負三趴 三千份是正負1.6到1.7 你做到一萬份就正負0.98 所以就是讓0.98趴 一般不太可能做一萬份 一萬份地方根本打不到 其實做到三千份就算蠻厲害的 那做三千份就是正負1.6趴 我都算輸嘛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在這樣狀況這樣 國民黨還不敢接招 我覺得算是最荒唐的事情 為什麼不接招 你要打給金老師 對啊 接招吧 接招吧 可是你接招要怎麼接 好我接你的招 誤差範圍這個力量 我就吃下來了 不可能吧 要像皮爪康說的6趴 對不對 不是你要玩就說好比民調 一趴都不要浪 這樣才水氣嘛對不對 可是國民黨怎麼接嘛 對不對 那趙趙康呢 就現在就拿自己的 國民黨的局現在玩壞了 玩壞了 那柯文哲呢 柯文哲現在被人家說 你反反覆覆啊 是 他的選民在乎嗎 所以兩個都壞掉 壞掉了 兩個都會 兩個這個局都會壞掉 所以才會有 賴齊康慢慢往上走 因為這件事情 最後的結果 只會有一件事 就是 所有的人 都會不耐煩 我剛剛錄影前 我特別去看一件事 侯友宜幫立委輔選 上一次是什麼時候 你考驗我的智力 想不起來耶 我沒Google到耶 你沒Google到 我剛剛Google 你都去拜廟嗎 我沒Google到耶 沒人要邀請 沒有啊 十月上禮拜 上禮拜 每禮拜都有啊 敬禮鼓了 不是不是不是 你那是什麼北中南大肇事 沒有沒有立委輔選也有啊 可是我剛剛沒有Google到 每個都有啊 為什麼沒有給你們看 怎麼會沒有 你們沒看而已 什麼中史聯合都有登好不好 我跟他們講 我跟你講 侯友宜就算有 就算有好了 可是跟賴清德那個牆都是完全 可能有可能 因為我Google沒Google到嘛 我也沒有 你看上禮拜那個高雄 那就是啊 還有十月十一號 我們在桃園 六個立委都在台上 對嘛 你那講的是大肇事 我現在講是 那也是我們立委總部成立 沒有你先聽我講 我現在講是 就是像賴清德是一個一個點炮 那譬如說上週 他去宜蘭是一個一個鄉鎮炮 對啊 林菁姐也是啊 這兩天然後是去 是去南投一個點 就是那個牆都是完全不一樣 嗯 你可以很明顯發現 侯友宜是完全被所謂的 藍牌卡住嘛 真的啦 這是很務實 這倒是 這是真的就是 一直讓人家看沒有 他記得跑很久了嘛 你也不明瞭 還有我們楊梅的圖圈集也有 他是不是去李玉玲什麼時候 李玉玲還沒啊 他應該有邀請他 對不對 一定會排 好你今天KPI達到了 很認真幫侯友宜啦 對他很務實 講這樣 比如在敲 我們把這個浮選行政表一攤開 但是我完全不能比 就是我也沒有怪侯友宜嘛 我意思是因為很務實的是 他現在現在泥落當中嘛 對不對 那這個東西對選舉有沒有影響 當然有影響嘛 所以我一直談是藍白不合 他不是只有影響到總統這部分 他影響到小雞的部分嘛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沒什麼好說 我覺得他們繼續再吵下去 因為朱立倫其實我覺得當斷不斷 朱立倫一直凹是不對的嘛 嗯 就斷了嘛 我覺得該挺損的 挺得胸膛倒下來啊 對不對 我覺得一直凹就把所有行程都被卡在這邊 那看起來柯文哲就是要斷掉嘛 柯文哲講清楚嘛 下禮拜跟副手拍照嘛 對 只是不知道副手是誰 早就知道你拍照照片就一定外流嘛 要下禮拜才知道 你有可能先訂攝影棚再找副手嗎 應該有譜啦 不要有那麼無聊 你是確定 許正英影響多大 第一個喔 他會直接影響到民眾黨說八席嘛 你提許正英可能變七席變六席 差一席對一個小黨都差很多喔 對 不要說小黨 就算是國民黨或民進黨 一席部分就搶破頭 對不對 更換算是柯文哲對不對 到處交朋友 對不對 拿退休金的好辦法 我等一下講柯文哲怎麼換退休金 所以許正英最後一定不會提嘛 他拿這個 完全就是片片入配的票嘛 你看我想提你們 是國民 是民進黨很險惡 民進黨不准你們來 我緬文其南不得不把你換掉 所以許正英一定會換 好我先講這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現在民眾黨的人的高層 已經出來滅火了 昨天特別在媒體 個別媒體放話說 陳昭之黃國昌黃珊珊林國成 這四位底定 好這四位一定會有 這我們俗稱叫做政治主四個人 然後呢 張祈凱跟徐春英有 但是排序未定 所以祈凱還不確定 排序未定 他用的詞叫做排序未定 排序未定有可能第六席 第七席啊 有可能第八 那徐春英也可以排三十一啊 不分區也可以提到三十四席嘛 對不對 一時一時排序 排序未定 然後呢 裡面呢有多擠 因為你看有世襲政治主 陳昭之是要去拉獨派的票的 拉得到嗎 有限的 有限的 現在有限 黃國昌對不對 拉違建族的票嘛 這個違建的人 看黃國昌特別有感覺 都是有理由 都是有理由 可是問題是很擠嘛 他至少還需要什麼 一 金主 二 學者 三 據傳郭台銘要塞人 嗯 對不對 所以很擠嘛 對不對 所以他現在想了個怪招 也不能說怪 以前國民黨也有用 台銘也有用 叫做兩年條款 乾脆一年條款算了 對 一年換一個 我跟你講兩年條款 跟四年條款有差哦 嗯 什麼意思呢 因為現在一個位子一個價嘛 我這個價不見是錢的價 好不好 我們先不要那麼粗俗 反正一個位子一個價嘛 嗯 嗯 那我錢就是八嘛 八行的話就是八個價嘛 嗯 對不對 那八個價就做滿四年 對不對 我變兩年兩年條款 我就變十六個價 嗯 那十六個價他的成本 他不見得是除以二 你懂什麼 嗯 對很多有錢來說 我四年我舉例 這不是可 譬如我四年願意花兩千萬 台幣去跟你買一個位子 那兩年我可能一千五 我也ok啊 嗯 只是我後面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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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剛才說我把你錢立委啊 對啊 然後我這個我要做的事情 我這兩年加緊做嘛 對不對 那這是很厲害的 就拆分喔 兩年條款 這叫道德倫薩 不叫道德倫薩 什麼叫道德倫薩 嗯 不是啦 是這一人以後要選市長啦 好 要選像湯祺敢說要去選什麼嘛 加一四 對啊 然後黃國昌要選什麼 黃國昌要選什麼嘛 對不對 是因為他們要選市長 可是你覺得會不會賴賬 賴賬是不是 國民黨就賴賬喔 對啊對啊 2016年國民黨那時候提這個不分區喔 說好的兩年呢 集體賴賬喔 全部都做滿 全部做滿 沒有一個辭職的喔 欸 有一個吧 有一個 但是連吳智陽都賴賬啦 有一個喔 吳智陽賴賬很誇張 你把名字公布出來 好像有一個 有一個 誰 有一個不分區了去選市長啦 你看只做兩年你想不起來 好像有一個 有一個女生啦 但是吳智陽賴賬就很離譜了嘛 吳智陽選桃園給我賴賬 對不對 好那重點來了 所以他就起不來了 那既然有人賴賬的話 那請問前進後進怎麼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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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